王力宏 汤维 晋军好莱坞演出电影《黑帽骇客》 和雷神索尔克里斯 汉斯沃有了精彩的对手戏 晚间在台北的首映会有上百名粉丝到场 王力宏主动跟粉丝集长 而临头汤维只是配合粉丝制拍 部首千名全都来者无计 两人大展情合力 短短一条红毯就走了二十几分钟 汤维与王力宏出席首映会 为电影《黑帽骇客》做群传 大制作 我觉得它像是一个大游乐场嘉年华 每一站都很好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每一站就像是一个节目一样 非常非常的难忘 学到很多 因为导演Michael Mann是大师 也是天才级的导演 讲述一段跨国骇客犯罪 有王力宏参为雷神 舒尔克里斯和师傅三人合作追捕 亥克集团 彼此也有精彩队首映 其实我眼中的他跟雷神的扮相 是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 不一样的感觉 天壤之别 因为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也是瘦了可能二十几公斤吧 整个肌肉都丢了不少 就他很专业 就他会非常的知道该怎么样 给对手一个空间 尤其像我这种在英文第一次演英文系的人 尽管不然出席台湾电影首映会 雷神也专程录制影片向台湾的观众问好 而首映会也发生一段小插曲 黑人陈建州忽然打电话过来 就是跟王爸爸说成恭喜 不只恭喜新电影 上映15日晚间陈建州在脸书上po文 泛泛泛尾其生了一对双胞胎母子平安 为电影首映会整天喜气 王力宏与他为进军好莱坞 这也是两人进电影设计之后再次合作